7月21日,中国民航局海关总署外交部发布了关于来华航班乘客 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公告,引发了海内外民众的高度关注。 对此,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戴双鸣第一时间接受了访问,进行了情况说明。 来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公告,这公告发布之后,领区内的侨胞有很多疑问和关切,那么我在想回应一下大家的一些关切。 第一,这个政策应该是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还在继续蔓延形势下,为了确保国际旅行健康安全,降低疫情跨境传播风险而采取的一个新的举措。 当然,公告也表明了,也明确,中国驻洛大使馆将认真评估驻在国核酸检测能力,然后就具体的实施办法,另行通知。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?就是到目前的情况下,并不是在全球立即全面地实施。 在美国,具体到美国,目前的驻美使领馆并没有完全地实施,全面地实施商业航班的核酸检测的要求。 在驻美使领馆没有具体通知之前,大家还是可以按照先有的要求,成绩回国。 那么当然对中国公民来说,你还要按照填写健康码国际版的这个要求,确保健康码国际版达标,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。 对于在第三国转机时,是否需要核酸检测?戴双鸣指出。 有同胞问到这个,从第三国转机回国,那么需不需要核酸检测? 那么我们提出的建议是访问当地使领馆的网站去查询了解具体要求。 因为实施有先后,在美国没实行,但可能在别的国家,你转机的国家有可能实行。 那么访问这些使领馆的网站,以便获得最新的准确的信息。 那么在美国什么时候实行呢?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决定。 但是有一点,请大家相信,如果做出这方面的决定,一定会留足时间,打出提前量。 所以请大家,不必要为这个事情过度焦虑,然后来回纠结,好不好? 这是我想发布的第一个信息。 关于就继续协助在美处境困难留学人员,达成临时航班回国的新一轮摸底调查, 戴双鸣副总领事也给出了重要提醒。 四、五月份以来,有连续的国内派了两批次的包机,接回了在美的留学生。 中间大概停了一个月吧,这期间有一个月的时间,没有这个临时航班的这个安排。 那么今天下午,刚才在一个小时之前,我们驻美使馆已经在官网上发布了 关于对留学生回国医院再次进行摸牌的有关的通知。 在这个地方,通过媒体界的朋友,知会侨胞,特别是要知会领区内的所有的符合条件的中国留学生, 在限定的期限内及时的按照驻美使馆网上发布的通知,去登记你的个人信息。 请注意,要登记准确,同时提供的材料要真实,这是我们下一步开展包机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条件。 即便是在停止了临时航班的这个职费任务期间,中国国内的各个部门,驻美使领馆一直在为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出努力。 请大家要对祖国,对我们的政府,对驻美使领馆的工作,要有信心,要给予支持。